大家好,我們最主要介紹的是安全下車裝置 因為有很多人在下車的時候 他沒有注意到後方有來車就直接開門 然後導致會發生一些交通事故 我們為了要避免這些交通事故發生 所以我們想到了這個構思 然後我們要介紹 我們現在要介紹的就是 因為像這個是一個車門的一個就是 就是一個大概的一個模型 然後我們加裝了一些東西 然後像這個是光電開關 然後我們這個是以皮帶 然後加急輪去加裝在車門上面 然後這個是電池開關 然後這整個裝置是靠這個計電器來控制 然後那我們現在來示範一下 然後當那個人要下車的時候 然後我們當車門打開 然後無法全開 然後我們這個時候會想到 因為這個裝置它在於就是要讓我們要想到我們必須要回頭看 後方是否有來車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回頭的動作 然後它才有辦法就是做到車門整個全開 然後現在我們做回頭的動作 然後因為這個光電開關感應到我們有做回頭的動作 所以它這個急輪裝置呢 它這整個加裝上去的急輪裝置 加上它這個皮帶 它整個控制可以使車門變成說 本來是不能全開 然後後來改成可以全開 然後就是這個裝置的設計 就是這樣 大概就這樣 大概就這樣 就是這樣